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內用品訂單 與美國經濟的關係 企業投資是出眾經濟增長的重要元素 公司要擴充業務 一般都要買入生產設備 而生產設備屬於內用品 因此內用品訂單 成為美國經濟的重要領先指標 內用品是指可以使用超過三年的貨品 例如機器、飛機、汽車、國防設備等等 內用品訂單上升 表示美國製造業有更多生意 甚至需要擴大生產線、有利就業 並且預視經濟有望改善 相反內用品訂單下降 預視製造業走下坡、企業收入、萎縮、 經濟放緩、不利就業 以及投資市場的信心 內用品訂單與經濟好壞息息相關 舉個例子 內用品訂單的增幅 曾經由2018年8月的13% 持續下降到2019年6月的-4.7% 美國GDP的年增幅 亦由2018年中的超過3% 下降到2019年第二季的2.3% 總結而言 內用品訂單是美國經濟的前瞻指標 訂單上升 顯示企業願意增加投資 有利經濟和股市發展 相反 內用品訂單下跌 表示企業放慢投資 介紹經濟和股市都有下行壓力